第273章怎么就这点 我不清楚诶 还没开始第一考的时候 他就把修罗剑投影成我的第二五魂了 撕成完全不自觉自己这番话 在唐晨看来有多么欠揍 这哪里是老天赏饭吃 简直就是老天追着喂饭 唐晨一脸不愤 这不就是内定吗 亏我还把那85%的修罗清和度给你了 您留着也没啥用啊 达不到百分之百那都是白大 所以说 神奇的清和度是可以转让的 蓝亭旭抓住了重点 也可以抢夺思辰给蓝亭旭提了个醒 广撒网的神明 基本都会用这种阳谷的方式 选出最佳继承者 虽然他是个意外 天杀的 蓝亭旭大叫一声 猛地窜了出去 我要阻止刘二龙那个疯女人弄死唐三 他的海神清和度我还没拿到手呢 当蓝亭旭感到怒浪绝境山顶时 刘二龙正在与蓝仓一家对峙 思辰有令在先 蓝仓自然不能让唐三死在一个 来路不明的女人手上 而蓝亭旭也不禁对刘二龙的 勇气来源感到疑惑 是什么让一个魂斗罗 敢于硬刚一名妖神和两条海神龙 欲小刚那的死人何能何得 他的前身阿盈都不会在孩子 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硬刚迁寻即 无视了气势汹汹的刘二龙 蓝亭旭静直从他身边走过 站在悬崖上往下看 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形正在接受海浪的洗礼 唐三身上那股微弱的气息令蓝亭旭松了一口气 还活着就好 现在还不到他死的时候 他还有多久能完成第三考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吧 怎么了 蓝仓语气中满是嫌弃 这小子太弱了 我们时不时还得给他疗伤 以免他真的被佛子玩也死了 海神放弃他了 我的第四考是将海神清和度提升至50%以上 如果不能从考核中获取 就只能从别的考核者身上获取了 蓝亭旭解释道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蓝仓眉头舒展 大人他有其他指令吗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蓝亭旭紧盯着下方的唐三 我要让他尽可能多一些的通过考核 这样他杀唐三的时候 才能获取更多的海神清和度 那海神三差几我就留在这里了 蓝仓也不怕别人拿走 毕竟这玩意儿重达十万八千斤 就连海神大祭司 在有辅助的情况下 拿他都得小心闪到腰 辛苦了蓝亭旭对同僚的态度 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气 任务交接完毕 蓝仓马上招呼老婆孩子走人 一家三口在这崖顶上吹了将近一年的风 也是很无聊的 他完全不担心刘二龙能在蓝亭旭面前把唐三在死了 正如他也想不通 为什么一个人类魂斗罗胆敢硬钢 他们一家三口 刘二龙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 完全是因为他如今已经是海神岛的一员了 看在司成的面子上 他暂时不想打破这份和平共处的氛围 看到蓝仓一家三口离去 刘二龙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长笑一声 话为火龙直冲唐三而去 当他以为自己终于要大仇得报时 唐三身上的铁锁被蓝亭旭一拽 两人擦身而过 唐三堪堪躲过了刘二龙发出的致命遗迹 唐三本来被冰冷的海水拍得浑身麻木 空气中一瞬间的灼热 令他马上清醒了过来 因为他刹那间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重重地摔在岩石上 唐三惊疑不定地望着蓝亭旭 你又来做什么 当他看到蓝亭旭额头上 和他一模一样的三叉戟烙印时 更是感到无比的绝望 难道海神真的要抛弃他了吗 还没等唐三问出第二个疑问 一股热浪从背后袭来 他下意识地回过头 却看到一条巨大的火龙 冲他张开了血喷大口 灼热的龙溪正续是带发 妈妈 救我 唐三瞬间什么都顾不上了 下意识地向蓝亭旭求救 就在唐三以为蓝亭旭 不会再回应他时 湛蓝的光芒从蓝亭旭脚下升起 瞬间笼罩了他整个身体 蓝银真身已经动 与此同时 他身上那排列在倒数第二位的红色魂环 自从附体以后 第一次亮了起来 刘二龙的五魂真身 此时看上去极为宁丽 火龙真身 在他不计代价的注入魂力之下 疯狂地震颤着 他身上亮起的 也同样是排列在第八位的魂环 也是他最强的攻击魂颈 所有火焰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龙卷 从天而降 直奔唐三而来 这是刘二龙拼尽全力的一击 甚至燃烧了自己的灵魂 与此同时 处于蓝银真身状态中的蓝亭婿 身上的蓝光突然变成了青色 一声嘹亮的龙银声 从他身上震荡的魂力中释放 红色的地疤魂环瞬间融入本体 紧接着 清光大放 一头无比巨大的青龙 骤然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天青牛蟒拥有着龙族血脉 而且是龙族血脉当中 极其罕见纯净的青龙血脉 他穷尽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化为天青神龙 没想到这一生的夙愿 却在死后成为了蓝亭婿的魂环之后 终于完成了这青龙形态 就是天青牛蟒的进化之形 也是莱银黄十万年第八魂纪之一 莱银天青龙之魂 没有任何花哨 那巨大的青龙骤然撞入火焰形成的红色龙卷之中 无数剧烈的轰鸣声 在空中爆响两大第八魂纪的碰撞 直冲云霄 红与青两色光芒所带来的震撼 甚至令天空中的阳光 在这一瞬间都变得暗淡了许多 魂纪的碰撞 本身就相当于两名魂师的直接对话 几乎就在两大第八魂纪碰撞的一瞬间 六二龙就已经口吐鲜血 他的龙验所形成的龙卷 根本无法伤到青龙半分 每一缕火焰与青龙身上的龙鳞碰撞 都会瞬间消失 其产生的冲击 只不过是让那巨大的青龙身上亮起一道光滑而已 就在这时 另一声轰鸣骤然响起 六二龙只觉得身下一阵 下一刻 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 整个人冲天而起 在他身下 另一条巨大的青龙腾空而上 几乎是一瞬间 就用巨大的身体将他缠绕在内强大的挤压力 令六二龙根本无法呼吸 魂力消耗巨大又受过伤的他 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反抗能力 蓝亭旭站在原地 脸色不变 风轻云淡地说道 虽然同样是第八魂迹 但是 十万年魂迹与万年魂迹最大的差距 就是使用同样的魂力 你能释放出的只有一个第八魂迹 但我却可以释放两个 六二龙勃然大怒 你这个骗子 你一直在袒护你的儿子 吃得一声轻响 先前那条巨大的青龙 已经冲破了红色龙卷的束缚 彻底破开了刘二龙这最后的希望 从天而降 直奔另一条青龙撞击而去 蓝亭旭没有再去看刘二龙 只是平静地看着 跌坐在自己面前的唐三 此时唐三的眼中 已经重新燃起了希望 听刘二龙那句话 母亲虽然怨恨着自己和父亲 但心里终究是有自己的 否则也不会在千军一发之际救了自己 根本不需要再去看 蓝亭旭也知道这场战斗 已经结束那缠绕住刘二龙的 第二条巨型青龙 正是他第八魂技的第二技能 蓝亭青龙蝉之刃 作为蓝亭旭魂环技能中 最强大的控制技能 他不像魂骨技能 天青迟钝神爪那样 足以令人迟钝十秒 但他同样也没有 天青迟钝神爪的抓取要求 被蓝亭青龙蝉之刃笼罩 想要挣脱 那么综合实力必须要在蓝亭旭之上 这是首要要求 其次还需要有足够强悍的技能 来冲破束缚 而这两点柳二龙都没有 所以他就只能在那青龙缠绕之中 承受另一个第八魂技 龙之魂的洗礼 剧烈的轰鸣在身后响起 哪怕不用眼睛去看 蓝亭旭也能感觉到 柳二龙连尸体也没有留下 他不愿意看到柳二龙的死状 毕竟柳二龙也是个可怜人 但很可惜 这人没救了 希望他来世 不会再遇到玉小刚这样的渣男吧 蓝亭旭默默地为柳二龙哀悼 妈妈 您这是劫后余生的唐三 盯着蓝亭旭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影 虽然他自以为演示得很好 但蓝亭旭还是捕捉到了他眼中的忌惮 很显然 我也获得了海神赐下的考核 看着唐三越来越惊恐的表情 蓝亭旭在心里冷笑 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平静 不过我获得的是海神一考 我的考验就是跟随在你身边 帮助你完成酒考 什么 这太好了 海神大人果然没有放弃他 这不就给他找了个强大的外援吗 唐三顾不上身体上的疼痛 猛地跳了起来 下一刻 被牵扯到的伤口 就令他疼得呲牙咧嘴 你现在的海神清和度是多少 蓝亭旭问道 唐三如是达到 百分之十 蓝亭旭默默地翻了的白眼 这么低 看来不能限杀限用了 妈妈 我一直有个疑问 能否向您请教 唐三的态度变得异常恭敬 虽然他觉得 蓝亭旭并不一定是因为母爱 才救下他的 而是因为要完成 那个所谓的海神一考 以便母凭子贵 但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等他成为海神 定要让这个女人 跪在自己面前痛哭求饶 然后再送他去见自己的父亲 蓝亭旭神色一动 道 你说吧 唐三正色道 我想问的是 海神清和度究竟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 获得百分之百的海神清和度 就能传承海神的神位 蓝亭旭语气冷淡 你现在的海神清和度太低了 只有提前完成考核 或者在考核中表现优异 才能获得更多的海神清和度 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 哪怕第九考结束 你的海神清和度 也不到传承神位的一般标准 妈妈 那我该怎么做 您会帮我的 对吗 唐三恳求道 蓝亭旭强忍着恶心 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说完 他把唐三从悬崖上扔了下去 被吊在悬崖上 唐三不断挣扎着向上求助 妈妈 您这是做什么 不是说要帮助我完成海神九考吗 猎杀魂兽 或许我还能帮上一些忙 但潮汐练体 只能靠你自己完成一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会过去的蓝亭旭 轻描淡写地说道 唐三被海水派得七荤八素 心里不断地咒骂蓝亭旭 还未完成第三考 就已经想好了将来要如何处置他 也只有这样 他接受考核的时候 才不会觉得太过难熬 正如蓝亭旭所说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这一个月以来 也没有人来向他兴师问罪 虽然被他S死的柳二龙 是已经完成了考核的子机考核者 在海参岛的权力仅次于七圣柱守护者 不过这一个月 对唐三来说就很难熬了 一个月后血肉模糊的唐三 毫无形象地趴在蓝亭旭面前 海参九考的第三道光幕 从他额头投射出来 瞬间破碎 化为光点融入体内 海参清合度如今有多少了 蓝亭旭居高临下地问道 完成第三考之后增加了5% 现在已经有15%了 知道海参清合度的作用之后 唐三也对海参产生了一些不满 怎么就给这么一点 不过看在海参给他找了个外援的份上 他就不计较这些了 废物 蓝亭旭暗骂一声 虽然现在S的唐三也能将海参清合度提升到50% 但这也太少了 简直就是鸡肋 现在就杀也太可惜了 那你的第四考内容是什么 我是否能帮得上忙 蓝亭旭深吸一口气 免得忍不住一巴掌拍死这个没用的东西 我的第四考是在魔魂大白沙之王带领的魔魂大白沙群中 坚持一个时辰一提到魔魂大白沙 唐三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第二考的时候他可没少被小白狂扁 妈妈 您这么强 一定能帮我通过第四考的 唐三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只不过配上他那张满是伤痕的脸 蓝亭旭只看一眼就移开了目光 实在是令人作偶 第二百七十四张互相算计 唐三再一次回到了海神岛禁地 面对空荡荡的环形海 他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安 现在就开始第四考嘛 可是我身上的伤还没好 蓝亭旭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说过 越快完成考核 你得到的海神清合度越高 你愿意拖 我也无所谓 海神清合度 那好吧 那就现在开始吧 自从知道了海神清合度的作用 唐三再也不愿意拖延考核时间 尽管他身上的伤口 一碰到海水就火辣辣地疼 不过 唐三还是留了个心眼 再次向蓝亭旭确认了一遍 妈妈 您会帮我的 对吧 我已经提前跟魔魂大白沙之王打过招呼了 他不会伤你性命的蓝亭旭冷冷地打倒 唐三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妈妈 您不知道 第二考的时候 那只畜生一直在为难我 还把我打得伤痕累累 您能不能帮我越色他 如果你想考核失败的话 尽管试试蓝亭旭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 那可是海神的坐骑 也是海神岛的护岛神兽 越色他 你还想成为海神 虽然现在是晚上 但我也不建议你这么快就开始做梦 唐三暗自咬牙 海神的坐骑又如何 护岛神兽又怎样 等他成为新一任海神 别说魔魂大白沙这个族群 他连整个海神岛的人都不会放过 还没等唐三畅想完成神后的风光情形 他的身体瞬间飞了出去 扑通一声 他直接坠入环形海之中 冰冷而汹涌的海水迎面而来 经过这些天在大海中的折磨 唐三的水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让他不解的是 环形海中连一只海魂兽都没有 更别说那些体型庞大的魔魂大白沙了 浸泡在海水之中 唐三有些不明所以 但他心中警惕 却保持在最高状态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 唐三浸泡在海水之中 依旧没有遇到任何情况 他不禁有些暗自窃喜 考核内容是坚持一个时辰 从他进入环形海之后 就开始计时了 看来蓝婷婿还是有点用处的 那些魔魂大白沙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今晚的月光很美 海面上泛着淡淡的银色光辉突然 唐三看到远处 仿佛有几块银色鳞片若隐若现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两三块 很快就变成了数十块 这是什么东西 唐三凭借着子级魔童 很快就看清了那些银色鳞片的来历 这哪里是什么鳞片 这分明是一块块竖起的鲨鱼鳍啊 鲨鱼鳍分开水波 就像是一只只银色利剑一般 直奔唐三而来 一抹亥然之色从唐三眼中闪过 这可不是一条鲨鱼啊 根本就是一群鲨鱼 想当初他登上海神岛的时候 可没碰到过这么多魔魂大白鲨啊 跑 唐三就算有这种这想法 也没办法实现 他虽然自问水性不错 但要说在大海中跟鲨鱼赛跑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妈妈 救我 唐三第一反应是向蓝亭旭求救 蓝亭旭站在岸边 朗声道 你应该感到庆幸 之前那些考核者SS了邪魔虎金王 否则你的第四考就要直接对上他了 他可不会管你是不是海神的继承者 现在你只需在魔魂大白鲨的攻击下 坚持一个时辰 我已经和小白说过了 他和他的族人们不会真正伤你性命 你就知足吧 唐三只能选择相信蓝亭旭的话 的确 自己是海神选定的继承者 海神的做起怎么敢对自己下杀手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蓝亭旭当初交代小白的原话是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就在这时 一圈诡异的波纹突然从海面上升腾而起 紧接着 数十道水柱冲起 那波纹刚刚触及唐三的身体 唐三顿时感到全身一僵 自己体内的血液 似乎都随着那波纹 在轻微波动式的血液流动受到影响 身体自然僵硬 就连刚召唤出的浩天锤武魂 都不由自主地收了回去 不好 唐三心中刚生起这个念头 他的身体就被一股强悍无比的水柱冲击地飞入空中 魔魂大白鲨可是海中霸主之一 这可不是说说的唐三刚刚承受的 就是树头千年魔魂大白鲨同时释放的魔魂波纹 在大海中捕猎的时候 魔魂大白鲨的魔魂波纹能够让猎物瞬间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再被其吞噬 这还只是千年级别的魔魂大白鲨释放的攻击 如果换成万年级别的魔魂大白鲨 唐三直接就无论魔魂大白鲨们 还是看在蓝亭旭的份上 才对唐三手下留情的 身体受到撞击 唐三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先前好不容易压下去的伤势再次爆发 求生欲让唐三下意识地往岸边游去 却被岸边疯狂生长的蓝银黄挡了回去 妈妈 您这是做什么 快救救我啊 唐三急得都快哭了 他们不会压色你的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在海里坚持了 还不到半个时辰 一旦回到岸上 就得重新开始考核 这多不划算啊 还有 你已经成年了 不要什么事都喊妈 我能帮你搞定的都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蓝亭旭 毫不犹豫地操控着蓝银黄 把唐三推向环行海深处 在那里 一群魔魂大白沙 正虎视单单地等待着他 小白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蓝亭旭身边 他那灰蓝色的眼眸中 骤然迸发出强烈的杀气 冰冷的目光宛如历刃一般 刺想唐三 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吗 明明心里想着怎么报复你 却还一口一个妈妈 喊得那么亲热 别以为有海深大人的庇护 我就拿他没办法 明明自己的母亲 也是十万年魂兽 既然还敢拿我们 十万年魂兽的魂环 魂骨 这只小兔子灵魂破碎 简直死不足惜 魂兽的直觉 可比人类要敏锐得多 他已经感受不到 唐三那枚十万年魂环 里面小五的气息了 你还不知道吧 那只兔子是主动献祭的 你也是十万年魂兽 应该明白献祭是什么意思吧 蓝亭旭秀眉微醋 虽然我对他没有半点好感 但也觉得他死得太可惜了 你 你说什么 献祭 小白瞪大了双眼 以他的认知 怎么也无法理解 十万年魂兽 竟然会像一个人类献祭这样的事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你看看蓝仓 在挑选献祭对象的眼光这方面 简直是无备之楷模 小白眨了眨眼睛 修长的双手归拢着自己有些散乱的长发 难难的道 这个 好吧 我承认他的投资很成功 毕竟司成的实力摆在那里 不过唐三怎么会被那只柔骨兔看中 他的实力也就那样吧 也不知道海神大人一开始 怎么选了这种人当继承者 他现在倒不怕妄议海神了 毕竟整个海神岛 上至大祭司 下至岛民 都认为海神被小人蒙蔽才看走了眼 因为爱情 蓝婷旭觉得哪怕是自己的前身 阿盈都没有小五那么天真 至少阿盈献祭不仅仅是为了唐浩 更是为了保护他刚出世的孩子 看在母爱的份上 这一点他无可指摘 不是吧 就他那长相和德行 也有十万年魂兽能看得上他 小白难以置信地瞪着在环形海中 被魔魂大白杀门群殴的唐三 这么多年来 我也和不少海魂师帅哥谈过恋爱啊 可我只会看着他们慢慢老去 或者在考核中死去 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问哪个人陷阱 如果他认识小五的话 他一定会语重心长地跟对方说 想谈恋爱不是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吃点好的吧 毕竟是一年可以生六卧的兔子 不挑的蓝婷旭的表情 看上去有些怅然若失 很难说他们父子俩不会爱人 他们只是更爱自己罢了 现在想想都挺下头的 那这次要让他过关吗 还是再多折磨几次 小白觉得有些无聊 根本不用他出手 他的族人就足以把唐三蹂躏得生不如死 只要唐三在考核过程中主动逃上岸 或者在魔魂大白杀的攻击下失去意识 都算作考核失败 多玩一会儿吧 别耽误他 获取海神清河度旧行蓝婷旭的语气 毫无波澜 不过别玩得太过 万一他不愿意下水了 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按照蓝婷旭的吩咐 小白让他的族人们将唐三折磨了整整半个月才罢手 当唐三通过第四考的时候 他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 这还是魔魂大白杀们嘴下留情的结果 第四考通过的奖励是10%的海神清河度 这个奖励令唐三硬生生地将响冲蓝婷旭喷吐的乌颜 汇语咽了回去 这个女人虽然可恶 但终究没有骗他 提前完成考核真的能获得更多的海神清河度 既然如此 他不介意继续和他进行母慈子孝的角色扮演 别急着高兴 你还没看自己的第五考是什么吧 蓝婷旭将唐三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唐三对蓝婷旭的态度感到不满 明明是你有求于我 你只不过是个工具人罢了 当初能为我父亲献祭 成为他的魂环是你的福气 现在竟然还敢白脸色给我看 但现在他还需要靠蓝婷旭帮忙完成接下来的考核 所以他已经提醒 赶忙将精神力凝聚到黄金三叉戟烙印上 第五考核的内容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哪怕这一次比以往更快地完成了考核 唐三在看到这第五考核的题目时 也不禁骇然色变 呆呆地看着蓝婷旭说不出话来 看着唐三呆着在那里的样子 蓝婷旭毫不掩饰自己的嫌弃 你的第五考内容是什么 唐三换了一副讨好的表情 清晰地将自己的考核内容说了出来 海神九考之第五考 挑战胜助守护者 从挑战第一名胜助守护者开始计时 36个时辰内完成全部挑战击败七圣助守护者方位通过 36个时辰就是三天蓝婷旭忍不住冷笑 三天之内击败七名封号斗罗 我看海神是真的想让你死 三天之内击败所有圣助守护者 这对他来说非常简单 甚至不需要三天 三个时辰也绰绰有余 这不是还有您吗 您可以将那些封号斗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我再去对付他们唐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上 挤出了一副实在必得的笑容 妈妈 您可一定要帮我 听说黑级以上的考核如果完不成 考核者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只有帮我通过海神九考 您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不是吗 蓝婷旭摇了摇头 冷冷地说道 恐怕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可能忽略了一点 你接下来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封号斗罗 而且还是海斗罗 你觉得我这个陆地魂师面对海斗罗会有优势 优势是有的 98级的魂力随随便便都能碾压他们 但他为什么要让唐三如愿呢 听蓝婷旭这么一说 唐三的脸色顿时变了 确实 他之前想到的更多是第五考考官封号斗罗的实力 却忽略了这极为重要的一点 七圣主所在位置的内海 无疑是七位圣主守护者最佳的战斗地点 想要在这种最适合海斗罗战斗的地方战胜他们 难度无疑是巨大的 而唐三对蓝婷旭的实力并不了解 只知道他如今已经是一名封号斗罗 但并不清楚他具体的魂力等级 一旁的小白比喻地盯着唐三 这时候还想着算计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这就去告诉那七个圣主守护者 你等着 他们从你登上海神岛的第一天就想抽你了 我去跟他们谈谈蓝婷旭转身离去 没有再看唐三一眼 他早就想好了 只要跟七圣主守护者们说清楚关于海神亲和度的事 相信他们会配合自己的 小白不明所以 但还是追了上去 小蓝 等等我呀 要不要载你过去啊 第275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 天刚蒙蒙亮 小白就在这蓝婷旭来到了海马圣主外的海中海 因为是清晨 天空的蓝色还有些暗淡 在东方渐渐露出身影的太阳渲染下渐渐变亮 感受到了他们的到来 静静地端坐在海马圣主下修炼的海马斗罗睁开了双眼 当他的目光落在蓝婷旭身上时 赶忙站起来对着蓝婷旭行了一礼 蓝婷旭笑着点了点头 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实力 都说得起一名封号斗罗的大礼 大人来此所为何事 海马斗罗对蓝婷旭充满了敬畏 他和其他圣主守护者都一致认为蓝婷旭才是未来的海神 唐三的第五考的内容你应该知道吧 是的 不过以他的实力 无论对上我们哪一个 都不会有任何胜算 请您放心 海马斗罗有些不解 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 您完全不必亲自前来 只需派人智慧一生即可 不 我不是要你们阻止他通关 而是在你们完尽性的情况下 高抬贵手 让他过关 啊 这 这是为何 海马斗罗更加疑惑了 照他说的伴声音由远而近 当最后一个字传入海马斗罗耳中时 远处 一个红色的光点缓缓放大 他只是觉得空间似乎略微扭曲了一下 下一刻 海马胜注前就已经多了一个人 参见大供奉海马斗罗微微攻身 向波赛西行了一礼 他没有再追问原因 只要是波赛西的命令 他和其他胜注守护者都会一字不差地完成 告诉其他人 如果想趁机教训一下那小子 尽管出手 留一口气就行了 波赛西交代完便离开了 麻烦你们了 在对战过程中 尽可能地展示你们的实力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差距兰 婷旭嘱咐道 您放心好了 虽然我不一定能彻底击溃 那小子的自信 但海欢斗罗和海女斗罗 一定能做到海马斗罗 信誓旦旦地做出保证 想必他的兄弟姐妹们 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 有劳你们费心了 蓝婷旭玩耳一笑 轮到我进行第五考的时候 我会手下留情的 海马斗罗脸色一僵 多谢大人 与此同时 海神殿中 丝尘手中浮现出一团金色光芒 缠绕在他手腕上的 金绿色小龙 正无比渴望地盯着那团金光 恨不得将其一口吞下 我不久前才用金龙王本源 帮你洗水法骨过一次 这是给阿絮的司诚 去止谈了谈九节翡翠的脑袋 你对自己人倒是舍得 波赛西惊叹不已 那团金光令他有些疑不开目光 身为海神的代言人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那团金光所蕴含的力量和威压 是海神远不能及的 毕竟都是我的眷属 可不能厚此薄比 波赛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果换成其他人说这句话 他只会觉得对方好生狂妄 竟然把未来的海神称作眷属 但这话从司诚嘴里说出来 他竟然觉得理所当然 以至于无言以对 更何况我可是在第六考 吃过亏的司诚 漫不经心地将那团金光 直出海神殿 万一阿絮的第六考 也是面对您 说实话 我还挺想看极限斗罗打架的 金龙王的本源之力 很快就根据司诚的神念指引 找到了蓝亭序 小白和海马斗罗 眼睁睁地看着一道 从天而降金色的流光 落在了蓝亭序身上 数十根蓝银黄 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很快 蓝银黄的草叶 竖起凝结成一个 直径十米的蓝金色大简 通透闪亮 庞大的能量波动 完全内域于草叶内部 一圈圈蓝银黄 带着蓝金色光运 向外扩张开来 在那一圈圈 荡漾开来的蓝金色光运之下 海中海内 所有海魂兽 竟然全都仰起头 看着那缓缓悬浮到更高处 释放着更多蓝金色藤腕的大简 这又是什么 小白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 那种威压 甚至超过了地天 对他的血脉压制 对大人而言 或许是一件好事 海马斗罗拦下了 想靠近的小白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这些圣柱守护者 可能会挨更狠的塔 向外扩张的 蓝银黄草叶散发的蓝金色光芒 变得越来越强烈 蓝色是蓝银黄本身的颜色 而金色则是里面呈现出的叶脉 而此时此刻 这些蓝银黄草叶 以肉眼能辨别的速度 变得越来越粗大 里面的叶脉开始出现 一变那一根根叶脉之中 金色纹理向内集中 在刺目光芒之中 产生着奇轨的变异 蓝银黄草叶的表面 也如同开花了一般 泛起一块块蓝银银的鳞片 那些鳞片的模样 正如丝尘曾经化身的血龙一样 呈现味菱形 随着蓝银黄的变化越来越大 周围的光芒也越来越强盛 蓝金色大简缓缓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蓝亭絮 它悬浮在半空之中 双目紧闭 全身都浮现出了一层蓝金色 在它的背后 一株特别巨大的蓝银黄 缓缓绽放开来 顶部张开 就像是一朵巨大的郁金香 蓝金色光泽从天而降 那一根根草叶 逐渐变得如同成人手臂粗细 那一块块鳞片 渐渐凝结成为实质 蓝亭絮身上的九个魂环光芒闪耀 在蓝金色光芒的照耀下 也被渲染上了一些 色彩蓝银黄草叶内部的叶脉 终于逐步完成了合并 看上去竟然有点像是骨骼的模样 甚至像是脊椎蓝色的草叶 金色的脊椎 蓝金色的鳞片 这就是崭新的蓝银黄 而蓝亭絮身上的气息 也开始随之跋升 海马斗罗和小白 越看越觉得心惊胆战 在他们眼中 波赛西是深不可测的 他才是真正的汪洋大海 有他在海神岛 不论是强大的海洋十万年魂兽 还是那些陆地魂狮 都不敢触犯海神的尊严 才能把他们这一方乐土 可蓝亭絮此时散发出的气息 却令他们觉得 他已经霍波赛西的实力相差无几了 如果不利用大海 以及神殿的力量 两人之间熟胜熟腹 还不好说 一道道光芒逐渐收敛 蓝亭絮缓缓睁开双眸 在他睁开眼眸的那一瞬间 一抹冰冷寒意 从他双眸之中一闪而逝 小白和海马斗罗 因为一直都在仔细地观察着蓝亭絮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蓝亭絮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的双眸呈现微树童 充满了冷漠与湿血的光芒 但这种迹象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就恢复了正常 逐渐变得清明起来 应该只是那龙族血脉融入后 带来的一些特殊变化 小蓝还是小蓝小白 默默地安慰自己 由于蓝亭絮拒绝了唐三的提议 唐三只能等自己的伤势 好的差不多了 才开始参加第五次考核 毕竟全胜状态的自己 都不可能战胜一名封号斗罗 更别说拖着这副残驱去战斗了 而这一次蓝亭絮也没有催促唐三 虽然他还是觉得 唐三拥有的海神清合度太低了 但只要唐三的海神清合度不到30% 他就暂时没有YES他的打算 因为一旦海神清合度提升到30%以上 就能够施展出真正的海神之光 蓝亭絮绝不允许唐三 能够掌握这种力量 据小白所说 海神的能力是无限大的 保护海神岛的海神之光 只不过是一种模仿海神能力的护照而已 并非真正的海神之光而在整座海神岛上 只有海神九考的获得者 才能够施展出真正的海神之光 海神之光本身虽然没有攻击力 但却可以威慑海魂兽 同时 他的威慑之力也不只是海魂兽 当唐三来到海马圣柱时 却发现海马斗罗抱着双臂 依靠在圣柱上 正邪腻着他 仿佛早已预料到他会先来找自己 为什么先来我这里 海马斗罗率先发难 你是觉得我的实力 在圣柱守护者当中排倒数第一吗 不 只是因为我对前辈比较熟悉 唐三面上不显 但心里却是这么想的 毕竟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排名垫底 为什么海马斗罗 要亲自负责主持考核这种琐事 而之前海马斗罗 亲自为宁荣龙举办烧烤派对仪式 更让唐三坚定了这个想法 海马斗罗轻斥一声 要论实力排名 他在圣柱守护者当中只能排第四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上不下的排名 才让他成为了铁打的考官 考核正式开始后 在接下来的36个时辰内 你必须逐一击败我们七圣柱斗罗 如果超时或者未能全部击败我们 则是为考核失败不过 你还有再次挑战的机会 在考核过程中 我们不会借助圣柱的海神之力 只会凭借自身的力量对你进行考核 海马斗罗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考官的职责 一百一眼地宣布了考核规则 唐三不以为意 反正在他看来 这次的考核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 海马斗罗他们是绝对不敢伤他性命的 就算他们想下杀手 海神三叉戟的烙印也会保护他的 就像第二考面对小白的时候一样 海马斗罗右手一引 胜住光芒闪亮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将整个天空照亮紧接着 仿佛是响应着海马圣柱发出的金光似的 远处六个方向 分别腾起一道金光 与海马圣柱发出的光芒汇聚在一起 七道金光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团 散发出数十道凝实的金色光焰 这些光焰象征着你考核的时间 当它们全部熄灭时 就代表着三十六个时辰一道 此次考核失败 海马斗罗一本正经地念完了考核规则 接着他摆出一幅蔑视的表情 画风一转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就过来挨打 你 你以为你是谁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唐三勃然大怒 我是谁 海马斗罗歪着头响了响 如果是那位神王大人的话 大概会说 海水突然笔直地升起高达百米 与此同时 那清澈的海水瞬间被渲染成了黑色 海马斗罗瞬间出现在唐三面前 一拳砸在他的腹部 仿佛一道雷霆划破空气 瞬间将唐三轰得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我是你的活跌 唐三痛苦地弯下了腰 还没等他破口大骂 下一拳就到了他脸上 打得他鲜血泵流 鼻梁断裂 鼻子直接歪了半边 这还是海马斗罗压制了魂力 只用肉体力量的结果 拳拳到肉 海马斗罗每一次击打 都像是疯狂的交响乐 犹如闪电一般迅速而猛烈 唐三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承受那令他痛彻心扉的拳头 海马斗罗缓缓地收回了拳头 觉得内心无比畅快 之前都是他挨打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正当发泄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等他过完了瘾 只见唐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气弱油丝 动弹不得 看样子别说三天 若是没有经过精心治疗 三个月都不一定能缓过来 抬起手 海马斗罗转身面对海马圣柱 用右手食指在圣柱上刻画出一个奇异的纹路 当最后一笔完成时 那纹路绽放出夺目的金色光彩 骤然照射在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之上 两道光芒交香灰印之中 唐三脑海中得到提示 海马圣柱考核已过 只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地上爬起来了 海马斗罗那一顿拳拳到肉的痛打 几乎砸碎了他身上所有的骨头 半空之中 原本的七道金色光柱属于海马圣柱的一道悄然熄灭 但空中那团金光却并没有削弱 只是周围一圈金色光焰却已经去了一小快儿 这是时间度过的迹象 完成了认输的过程 海马斗罗回身看向唐三 目光从他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略过 还不起来 别说我没提醒你 三天之内打不赢就要重考 见唐三仍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海马斗罗一脸嫌恶地叫来几名海魂师 让他们把唐三拖走 我都已经按照蓝小姐的要求给你放水了 给你机会已不中用了 第276章徒劳无功 几天后 伤势已经完全恢复的唐三再一次前往圣柱 只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的圣柱并非海马圣柱 而是海之毛圣柱 本来海马斗罗给唐三留下的伤势足以让他在床上躺上足足三个月 可兰婷旭并不想拖延时间 只能耗费生命力给唐三治疗 以生命力的衰减换取伤势快速恢复 当然耗费的是唐三的生命力 伤势得到治愈后 唐三竟然还恳求蓝婷旭帮他恢复蓝银草五魂 以蓝婷旭的修为 再加上海神之光的治疗作用 这并非不能做到 但他还是拒绝了唐三 以至于唐三又在心里为蓝婷旭打上了取死之道的烙印 不过唐三可不敢再去挑战海马斗罗 这一次他决定把海马斗罗放在最后一位来挑战 毕竟这位胜住守护者的拳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守护在海中海外围的黄衣 紫衣浑尸看到唐三额头上的印记时丝毫没有阻拦 很快带着他来到了海边 目利所及 这片海中海的大小与之前海马圣柱那里相差不多 只是形态略有不同而已 在海中海正中的位置 是一座圆形平台 平台中央 一根比海马圣柱至少要高出三分之一的柱子 树立在那里 金光冲天 仅仅是看这根圣柱的形态就能感受到逼人的锐气 整根圣柱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长矛一般树立在那里 金光正是从矛尖处射出 细密的魔纹在金光眼影下异乎寻常 海毛斗罗紧挨着圣柱盘膝端坐 但唐三仍然能感受到对方和当初海马斗罗一样的态度 他们都在蔑视他 怎么 你不服气 没有那枚十万年魂环 你什么都不是 看看你那废物的魂环配置 欧亚还是心太软 没有直接把你打费海毛斗罗睁开眼睛 目光斜视 毫不掩饰眼中的不屑 你说什么 你有取死之道 唐三被海毛斗罗气得蹊跷生烟 甚至连自己或海毛斗罗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忘了 当即召唤出浩天锤 冲上了海之毛圣柱台 就在唐三一脚踏上圣柱台的同时 锋锐的气息顿时扑灭而来 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柄无坚不摧的长矛 我还以为你被欧亚痛打之后 会找一个更弱的来挑战海毛斗罗 缓缓地站起身 不过看来你并不清楚我们七圣柱斗罗之间的实力排名 也不了解五魂修炼的差异 你的排名很高吗 唐三心里一惊 在面对海毛斗罗释放出的气息之后 他的怒火已经平息了几分 我是海神岛上唯一以气魂师的身份修炼到封号斗罗的人 你觉得呢 海毛斗罗冷笑一声 你也是气魂师 该不会不知道吧 气魂师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要比受魂师困难 但同样的 一般来说 气魂师修成封号斗罗之后 要比受魂师修成的封号斗罗更加强大 唐三一争 突然想起了玉小刚曾经对自己的教导 他在试诗之前就认为玉小刚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所以才会这么果断的S了玉小刚 你还挨不挨打 唐三发愣的时间有点长 长到海毛斗罗都有些不耐烦了 你 唐三大怒 抡起浩天锤就往海毛斗罗身上砸 哼 来吧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接受海神九考的尊容 海毛斗罗不懈地看着唐三 樱上浩天锤的 是一柄金色的长毛 这根长毛并不像海之毛圣柱那样有着众多魔纹 而是通体光滑如镜 没有任何的装饰 虽然看上去是那样的简单 但上面环绕着的两黄 两子 五黑九个魂环却显示着他真正的实力 尽管不用五魂也能教训唐三 但海毛斗罗紧记蓝亭旭的吩咐 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打击唐三的自信心 最好能让他从此不敢面对海洋 一个对海洋充满恐惧的人 是永远无法成为海神的 刺耳的暴鸣声响起 一串火星在长毛与锯锤的碰撞中爆发 唐三被撞击的盗飞而出 竟直摔进了海中海 当唐三顶着岸边那些海魂失彼夷的目光 从海里爬上胜住台时 正好看到海毛斗罗双手握住长毛 猛然插在面前的地面上 紧接着 身上的地漆魂环光芒大量只是一瞬间 他整个人竟然融入到了那长毛之中 这种情况唐三从未见过 魂失本身的身体融入气魂魂 这才是真正的气魂合一 而唐三从未从玉小刚那里了解到气魂失 能在运用五魂真身时 将自己的身体融入气魂魂中的情况 在魂世界 气魂圣以上级别的气魂失 本就比兽魂圣以上级别的兽魂失要少得多 眼前这种特例的情况 难道是海魂失所特有的吗 唐三不敢肯定 但他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身语气和二位移之后 这位海毛斗罗的实力 绝对比其他气魂师施展的气魂真身 更加强悍没有了本体 他就失去了攻击点 只能以对手的黄金长矛 作为攻击对象 尽管如此 唐三一上来就用了 小五赋予他的魂技轰天机 反正小五的灵魂都已经破碎了 那他使用魂技的时候 也不必有所顾忌了 无数火星不断从那柄海之矛上爆发出来 但诡异的是 不论唐三的攻击如何凶猛 他的攻击都像是落在了一件 永不磨损的金属上 一般除了那飞剑的火星之外 根本就没有半分攻击 命中海毛斗罗本体的感觉 浩天锤砸在毛身之上 也只是溅起大量的火星 并没有感觉到应有的效果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唐三再次发起进攻的瞬间 那柄插入地面的金色长矛 骤然弹起 无数金光宛如雨丝一般爆炸开来 就像太阳爆裂一般 散出无数金色的光影 每一条金丝都令空气中 发出一串起爆之声 整个海之矛胜柱台 几乎在刹那之间 已在金光弥漫中长满 隐约中 能够看到又是一圈黑色光环 扩散开来 唐三硬生生地止住了进攻的步伐 踏着鬼影迷踪步急速后退 同时还施展出了无敌金身 进行防御 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 他认为若不是之前 海马斗罗不讲武的偷袭 只要施展无敌金身 海马斗罗也奈何不了他 然而无敌金身的持续时间只有三秒 每天也只能施展三次 可海矛斗罗的攻击 却持续了十几秒 爆开的金丝刺入唐三的身体 但却巧妙地避开了他的心脏部位 虽不致命 但却能让唐三吃够苦头 很快 唐三就变成了一个血人 全身上下布满了被金丝洞穿的血孔 他强撑着没有软倒在地上 但却无法抑制地大口大口喘息着 每喘息一次 都会有鲜血从嘴角一出 显然是身受重创 刚才那一击 乃是海矛斗罗的第八魂技 他的第七魂技 令自身如水般融入长矛之中 而第八魂技 却似乎能够通过长矛 暂时屏蔽敌敌人的攻击 甚至吸收敌人的部分攻击能量瞬间反弹 如果不是唐三的攻击能量不够强 被那爆炸开来的长矛正面轰重 恐怕这个时候 他已经意外身亡了 结束了吗 见海矛斗罗并未继续追击 唐三抬起头 盯着海之矛圣柱 却发现圣柱根本没有燃起光焰 注意到唐三的目光 海矛斗罗默默地回过头 啊这 每次考核开始 第一个接受挑战的圣柱守护者 必须点燃光焰开始计时 他居然忘了点燃光焰 这就意味着考核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始过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X人 你故意的是不是 唐三显然也醒悟过来了 指着海矛斗罗破口大骂考核从未开始过 同时也意味着他这顿打白癌了 这能怪我 海矛斗罗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我还没说考核开始你就冲上来了 只能怪你自己找打 你现在还能站着已经是我手下留情了 我不管 你现在马上点燃光焰让我过关 否则我定要向海神大人告上一状 唐三虚张声势地怒斥道 回应唐三的是眼前急速放大的金色长矛 来不及闪躲 唐三的肩膀已经被海之矛贯穿接着 海矛斗罗用黄金长矛将唐三挑起 狠狠地摔进了海中海 快滚 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虽然唐三不招人待见 但就这么让他死在海里 简直是污染了海中海 所以周围围观的海魂师们 只好嫌弃地将他捞起来 拖走 免得海矛斗罗心情不好 又给他来上一下 海魂师们自然不介意海矛斗罗 把唐三捅成筛子 但他们很在意 自家上级的心情好不好 这不能怪我 对吧 海之矛盛柱终于安静下来之后 海矛斗罗靠在盛柱上 开始联系其他同僚 这小子真有勇气 挨完第四名的打 就去找实力排在第二的 他怎么敢的 对啊 他干嘛这么在意 考核有没有开始 反正他都过不了 玩得差不多就行了 你们两个下次让他直接过 剩下的交给我们海龙斗罗发话了 他真的还敢来挑战我和欧亚吗 海矛斗罗吃怀疑态度 要不要打个赌 赌他下次找谁考核 赌注是尸包海女城小焦鱼特产 海女斗罗坐在圣柱台边缘 欢快地拍打着水花 他肯定不会去找 修为最高的海龙 在排除之前找过的那两个 我先押自己一票 既然小舌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押你一票好了 海女斗罗果断地把票 投给了海望斗罗 几天后 修整完毕的唐三 再一次踏上了考核之路 果然不出海望斗罗所料 他避开了实力最强的海龙斗罗 也没有再去除海马斗罗 和海矛斗罗的眉头 似乎早就知道他要来 当唐三到来时 已经有黄衣和紫衣之别的 海魂士等在海中海外围的森林处 引领着他来到了海边 一来到海边 唐三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海之幻圣柱 与之前他见过的海之毛圣柱 以及海马圣柱都不一样 那两根圣柱虽然不同 但都是具体的形态 可眼前的海之幻圣柱 却极为奇特 虚幻的蓝色光影 在海中海中心位置处飘荡着 淡淡的光芒弥漫在海上 一切看上去都像是淡淡的烟云一般 在这蓝色烟云的影响下 根本无法看清楚海中海中央的情况 自然也看不到圣柱台和圣柱具体的样子 这一次 不用唐三提醒 海望斗罗已经提前点燃了光焰 那与其他圣柱会合在空中的金光 就是从那蓝色烟云中射出的 连圣柱和圣柱台都看不到 自然也看不到 其上的海望斗罗对于唐三来说 他更像是一个未知的对手 未知的东西往往是最可怕的 来到这里后 唐三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又挑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但也有可能是最简单的一关 也许那海望斗罗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 否则怎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唐三忍不住露出了 是在必得的笑容 他的子级魔童 可是一切迷幻领域的克星 可以想象 这海望斗罗的强大处 主要就作用在领域上 领域无效 他也不会比其他圣柱守护者更强 自己获胜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唐三直接闯入了 海望斗罗的领域之中 身体进入阴云之中 唐三的感觉立刻发生了变化 这似乎并不是一片空气中荡漾的云雾 却更像是海洋进入其中 唐三明显发现 自己的速度变得迟滞了 周围的禁锢感像是在大海之中 连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 领域的效果已经被触动 被迷雾笼罩的海之幻胜柱前 站着一个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 在他身上 两黄 两子 五黑 排列着整齐的九个魂环 他身穿黑色长袍 身体周围虚伏着一条蛇状的光带 显得极为奇特 海望斗罗的武魂 乃是一种极为神奇 而稀有的海魂兽 名叫虚幻之蛇 介于兽武魂与气武魂之间 所以海望斗罗的武魂 并不是附体的情况 而是虚浮在他身体表面 海魔女 石包小骄鱼 待会儿记得派人给我送过来 海望斗罗显然心情很好 不仅是因为打赌赢了 更是因为他的猎物落网了 第277章情景在线 面对海望斗罗的领域 唐三马上施展出了子鸡魔童 试图去破除眼前的领域 精神力进入烟云 唐三立刻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与在空气中探测相比 眼前这烟云内的阻力 至少要大了十倍 不止精神力散开的速度慢 而且探知道的东西 也都显得极为模糊 并不真切 同时 唐三的精神力 就像是引动了烟云的钥匙一般 伴随着精神力的刺探 周围的蓝色光雾 急速涌动起来 唐三只觉得眼前景物一变 所有的烟云已经消失 而且他脚下 竟然传来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眼前一片黑暗 由于使用了子鸡魔童 黑暗并不能阻挡他的视线 环顾四周 周围的场景令他无比熟悉 阳光明明洒在身上 可那种温暖的感觉 却已经消失 反而有一丝淡淡的阴冷 似乎在无形中 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他还是直接召唤出了 自己的浩天锤舞魂 周围突然变得很安静 海中海的声音 既然在这时悄然消失了 眼前的景物开始出现变化 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 原本在自己手中的浩天锤消失了 虽然在感觉中他还存在 可是线之内却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 景色一变 已经不是先前的蓝色迷雾 而是一座悬崖 一座令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鬼剑仇 我怎么会在鬼剑仇 唐三的双眼骤然睁大 这个地方给他留下的记忆太深太深 前方数米外 就是那云雾鸟鸟的深渊 而在后方 十余道白色身影 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 唐三清晰地看到 自己身上的衣装已经换了 那大大的堂子已经告诉了他许多梦 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自己终究还是那触犯了门规的堂门弟子吗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迷茫起来 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 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 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旁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唐三 你竟然偷到本门悬天宝路 罪恶滔天 唐三 望唐门将你养大 传授你记忆 你竟然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一个个声音不断在唐三脑海中放大 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 很快 那十余个唐门长老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将他团团包围 各位长老 你们听我说唐三忍不住几乎出声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唐三 你最大恶极 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 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 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 那家钢器从掌心一出 一掌就拍在了他的手臂上 唐三惨叫一声 整条左臂颤纳间寸寸断裂 十倍放大的痛苦 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 他整个人都剧烈地静挽起来 紧接着是右臂 双腿在长老们的那家钢器面前 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 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 可是 他却偏偏没有死 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静挽 不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在强烈 他的精神却依旧是亢奋的 亢奋的精神 就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着 那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 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 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 留在了鬼剑仇的悬崖上 并告诉他 要让他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 死于阴损之口 唐三的双眼此时已经变得朦胧了 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 令他整个人的身体 在静挛中抽搐着恍然间 他看到周围的景物 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安静而又沉闷的地方 没有自由的呼吸和阳光的照耀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绝望和孤独 只要待上一会儿 就能让人感受到被社会遗忘和抛弃的感觉 空气中弥漫着的是嗅味和潮湿的气息 而唯一的声音 就是铁链拖动在冰冷的地板上 发出的金属声响 地牢内部显得格外阴森 厚厚的铁门已经被时间和岁月侵蚀 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粗糙的石壁和地面上杂乱的草垫 都在默默见证着过去的痛苦和无奈 我怎么会在所拖城的监狱 唐三大惊失色 不对 这一定是幻境 唐三忍不住伸出手 去触碰那粗糙的墙壁和冰冷的铁栏杆 却发现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哥 救我 他要S我驱骨 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猛地抬起头 小五的身影骤然引入眼帘 此时他被锁在唐三对面的牢房里 司臣正拿着一柄锋利的小刀 慢慢地划开小五的四肢 寻找魂骨所在的位置 小 小五 小五没死 唐三先是一愣 紧接着 刺骨的杀意 宛如犬勇一般从唐三心中奔勇而出 他的双眼已经渐渐变成了血红色 没有人能再伤害我的小五 哪怕是幻境也不行 等我取完他的魂骨 就来拿你的丝尘从容不迫地 划开了小五四肢部更深层次的皮肉 仿佛在享受解剖的过程 鲜血 开始从唐三眼角处低落 可全身骨骼碎裂的他 此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 被撕成活活的肢解 哥 你为什么不救我 小五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憎恨 而这份绝望和憎恨 竟然完全是给唐三的 不 假的 都是假的 小五已经S了 这是幻境 你们别想骗我 撕心裂肺一般的声音 在唐三心中疯狂响彻 他整个人已经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之中 尽管已经闭上了眼睛 可是小五被知己的画面却清晰地映在了他的脑海中 背上突然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再感受到八猪毛外腹魂骨的瞬间 唐三更加惊恐了 八猪毛还在 是不是说明小五也还活着 他正在遭受非人的折磨 下一刻 唐三动了 整个人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 背后的八猪毛破背而出 由于释放速度过快 甚至撕裂了他背后的部分皮肤 鲜血横流 但这一切对于唐三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要撕碎眼前的一切 两人之间隔着的铁栏被撞开 就在唐三的八猪毛即将触碰到丝尘的时候 突然 没有任何预兆的 一股冰冷的感觉骤然从背后传来 紧接着 在唐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阵强烈的撕裂感化为剧痛 疼得唐三眼前一阵发黑 仿佛是身体被刨开了一般 刺耳的摩擦声从背后响起 一条血色链刃狠狠地从他背后穿过 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地上 这么急吗 那你先来吧 四尘甩了甩手上小五的鲜血 缓缓地走向唐三 那剧烈的痛苦 就像是有人用锯齿在切割着他的后背 当皮肤 肌肉和经脉切割开来之后 又在切割着他背后的肋骨 而且是专门向骨头的缝隙中 下手喀巴一声 似乎有一根骨头被丝尘强行地 从唐三身上拆了下来 在这种痛苦之中 唐三全身的每一条经脉也都在进完 那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刺激的他体内每一根神经都在剧烈地颤抖 一根长达三米的猪腿被扔在了他面前 正是八猪毛释放时的样子 痛苦如同波浪般重复 又是嘎嘣一声 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伴随着又一根肋骨被强行拆下 而软了一下体内的玄天弓内力被完全压制 无法起到阵痛的作用 唐三此时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强烈的痛苦中 又是一根猪腿被扔在了唐三面前 八猪毛所依附的八根肋骨中 已经被丝尘硬生生地拆掉了两根 嘎嘣 又是一根肋骨被拆了下来 剧痛令唐三眼前一片黑 可他的意识却偏偏清醒异常 甚至能够将疼痛的过程都进行分解 每一声令人牙酸的声响中 都会有一根肋骨连着一根猪腿 被丝尘扔到唐三面前 终于 当最后一根连着八猪毛的肋骨 也出现那痛苦的断裂声后 唐三感觉到那剧烈的疼痛 终于没有再延续下去 或者说 痛觉达到一定的峰值之后 变得不太敏感了 这真的只是幻境吗 为什么连疼痛都如此真实 伴随着监狱的破碎 景物在变 唐三眼前一黑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似乎成为了旁观者 但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幕 却令他刚刚被疼痛 冲淡了了几分的杀鸡 再次生疼 画面中的小五 抱着他残缺不全的尸体 凄厉的悲呼声响起 刺耳的尖叫声 从小五口中发出 他双目中流出的 已经不再是泪 而是血 景象并没有结束 一切依旧在继续 画面中的小五 发出一声无比尖利的悲鸣 刺目的红光 骤然从小五眉心处蔓延开来 化为一圈红色光运 瞬间扩散红光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都被渲染成了血色 所有的一切 也在这一刻为之尽致 这正是小五为唐三献祭的那一幕 更令唐三目自欲裂的是 当小五变成一只巴掌大的小兔子时 一道黑影闪过 朱竹青踏着轻盈的步伐 将兔子一把抓起 然后扬长而去 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唐三挣扎着爬起身 跌跌撞撞地 朝朱竹青离开的方向追去 然而当他再次看到朱竹青的身影时 对方正蹲在一条小溪边 将小五开膛破肚 剥皮去骨 唐三狂叫一声 冲过去想将小五夺过来 朱竹青手一划 小五就掉进了 他提前在溪边点好的篝火中 看到这里 唐三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金光迸发 他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地呐喊出声 够了 朱竹青 你竟然把小五当成食物 你还是不是人 浑兽可以吃人 人为什么不能吃浑兽 朱竹青冷冷地问道 小五他怎能和那些畜生相提并论 他是我的爱人 唐三撞落风魔 爱人 朱竹青冷笑一声 你爱他 爱到不停地使用他赋予你的魂迹 导致他灵魂破碎 身死盗销 如果这就是你的爱 那他还真是可怜 住口 住口 你给我住口 听到没有 唐三挥舞着浩天锤冲向朱竹青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朱竹青足坚一挑 将篝火踢散 被火烤得接近碳化的兔肉 飞向了唐三 若唐三并未受伤 他还能用控鹤擒秦龙收回浩天锤 可此时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浩天锤 将小五的尸体砸得稀碎 啊大 唐三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眼看他的精神即将崩溃 海望斗罗不得不收起了领域 要是人在他这里被玩烟死了 耽误了蓝亭虚的考核 别说波赛西不会放过他 他自己都恨不得自识谢罪 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当一切都重新变得清晰时 唐三已经跪在了一个六边形的平台上 平台中央是一根高约15米 修长笔直的六边形柱子 上面的魔纹续换不定 那正是海之幻圣柱 不过 这些对于唐三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他眼中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片血色 海望斗罗乃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 两个拥有领域的斗罗之一 若非自身攻击力不足 他的实力排名应该排在第二 而他强大的地方也就在自己的领域上 他的领域幻境能够将虚幻变成现实 而不仅仅只有迷惑作用 在幻境中受到的攻击完全真实 就像是营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般一旦迷失 或是在幻境内受到无法治愈的伤势 那么现实中也就会死去 霸道异常 就算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 最强大的海龙斗罗 都不愿意和他交手 GS 你给我GS 等我成神之后 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 唐三发出了嘶吼 轰然巨响之中 唐三的身体被虚幻的大蛇 用尾巴硬生生地劈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海面上 这一次 他直接陷入了长时间的昏厥 他的鲜血甚至染红了海中海 天天就只会取死之道 没点心意 海王斗罗没有再看唐三一眼 转而开始联系其他同僚 第278章人与神的差距 第五考开启之后 唐三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生命不息 挨打不止 从海王斗罗的幻境中离开后 头痛欲裂 蹊跷一血的唐三 浑浑噩噩地来到了海魔女圣柱 即使在不洗唐三 看到他的惨状 海女斗罗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小蛇下手也太重了吧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再来进行考核呀 唐三抹了一把脸 恶狠狠地说道 用不着你假惺惺 他可没忘记海女斗罗 当初是怎么坑他的 本来他的第五魂环 最低都是万年级别的 结果最后只得到了一个千年魂环 哎呀 你怎么这么记仇呢 这也不能全怪我呀 我当时话都没说完 你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吸收神刺魂环了 海女斗罗一脸无辜 越是坚持 吸收的神刺魂环年线就越高 是你自己不能吃苦 怎么反倒怨气我来了 你 唐三无言以对 但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反正这条美人鱼 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等他成神之后 定要拔掉他所有的鳞片 呀 好可怕 海女斗罗瞬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你这人好生残忍 竟然想拔掉我的鳞片 唐三脸色大变 独心术 你竟然会独心 对呀 这可是我的天赋能力哦 海魔女哥哥直笑 完全看不出他刚刚那副惊恐万分的模样 我还知道你第一个要杀的是小蛇哦 你 你想怎么样 唐三索性破罐子破摔 反正这些胜著守护者也不敢伤他性命 你放过人家好不好 人家最宝贝的就是这条尾巴拉海女斗罗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作为报答我吹一首曲子给你听 听完了就算你过关怎么样 算你识相 快点 我赶时间 唐三自以为吓住了海女斗罗 有些得意忘形 没想到这海女斗罗竟然如此胆小 正好被自己占了个便宜 海女斗罗飘然入水 长腿化为鱼尾 竟是破浪而去 在海中海内游出了数十米才停下来 黑色的魔笛在胸前横起 第七魂环骤然闪亮 海女斗罗这第七魂计五魂真身也极为奇特 黑笛上释放出的光芒同时笼罩了笛子和他的本体 紧接着黑光涌动 冲天而起 海女斗罗的身体竟然几何倍数地增大起来 连带着手中的黑笛也是一样 只不过随着身体的变大 她整个人看上去多了几分透明的虚幻 海女斗罗的身体在海面上一直膨胀到十余米才停了下来 巨大的鱼尾清鲜波涛 横在海面之上 放大后的她看上去更加动人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温柔美丽 看到这里 唐三不禁暗暗吃惊 海魂师的情况果然和陆地魂师不尽相同 眼前这特殊的五魂真身 她同样是第一次见到 虽然还不明白其原理 但却丝毫不逊色于海毛斗罗那人羽毛和的五魂真身 呜呜 笛声的轻响在唐三耳边回荡 她那得意的笑容顿时僵在嘴角 等等 你给我停下 海女斗罗此时已经不再去看唐三 而是权倾投入地吹起了她的黑笛 笛音鸟鸟 如气如素的声音飘然响起 盖过了唐三的吼叫声 海中海静止了 所有的波涛在海女斗罗的笛音中 都凝固在上一秒的形态 唯有那一圈圈的黑色音波 从她身上扩散开来 与之同样扩散的 还有她身上的第九魂环 海女斗罗的第九魂技 震海神曲 是一种超大范围攻击技能 凭借着敌音的攻击 另听闻者无法产生出任何反抗的念头 在敌音中消亡 由于技能是通过声音传播的 因此 就算攻击范围再大 也不会影响到其效果 震海神曲是精神层面的攻击 也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 范围攻击力最强大的技能 只是使用时 演奏者本身相对脆弱 而且使用该技能之前 海女斗罗必须要经过短暂的预热 也就是说 想要真正发挥出这个技能 要么在她演奏之前 对手没有打断 要么就是要有人守护她 当初 邪魔虎金群追击魔魂大白沙群 来到海神岛时 海女斗罗就曾经凭借这一曲 震海神曲将其进退 可见这首曲子的恐怖 唐三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她没有头部魂骨 所以也无法对海女斗罗的笛声 产生半点抵抗力 啊的 唐三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满地打滚 凄惨的叫声从海魔女圣柱传到其他六个圣柱守护者耳边 令海女斗罗的六名同僚忍不住择舌 真有人敢听她吹笛子啊 震海神曲可不是谁都能听的 还挺有勇气 我看那小子又被海魔女骗了 他怎么好意思说我下手太狠的 差不多得了 让他过来跟我的触手门玩玩 敌音就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停止 黑色的波纹消失 海女斗罗也重新恢复了身体的本来大小 滑入重新拨动的海水之中 余为摆动 缓缓向岸边游来 此时的唐三已经被海女斗罗的震海神曲折磨得两眼放空 精神几乎失常 快起来吧 海女斗罗举起一捧海水 泼在唐三的脸上 再不起来去下一个圣柱 你的考核时间就要过了 你 你有屈死之道 唐三喘着气爬了起来 指着海女斗罗怒骂 海女斗罗并不生气 之前歪着头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什么 你说还想听我吹笛子 那好吧说吧 他再一次将黑色短笛放在了嘴边 唐三吓得魂不附体 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海魔女圣柱 海神殿内 波赛西和蓝亭旭看圣柱守护者们恶整唐三 看得津津有味 思辰生乐的懒腰站起身 他已经没兴趣再去看海星斗罗的触手配了 我先回陆地了 等你传承海神的时候再叫我过来 千万要记得回来啊 唐晨千叮咛万嘱咐 就怕思辰忘了 导致他痛失爱人 唐晨 你有点出息没有 波赛西忍不住扶俄 天斗帝国 九宝城 自从宁荣荣继承了宗主之位后 七宝琉璃宗就改名为九宝琉璃宗了 七宝城也顺理成章地改名为九宝城 没有人会对这位过于年轻的宗主发出质疑 因为宁荣荣在成为宗主之前 便已经是一名封号斗罗了 一时大殿北侧 坐北朝南的主位如今已经一主 宁荣荣秀眉青醋 邪逆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的内门弟子 外面和人喧哗 宁荣荣本就被宁峰制 扔给他的一大堆宗门事物烦得不行 比起这些 他宁可再去参加一期海神岛夏令营 回禀宗主 是独斗罗前辈和四大单属性宗族的组长 求见那名内门弟子恭敬地说道 一个苍境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 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震得大厅速速作响 五个人怎会如此吵闹 我听着道像是五百只鸭子在叫 陈兴从后堂走了出来 大大咧咧地在宁荣荣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回长老的话 那单属性四宗族的族长 还带了他们的族人一同前来 内门弟子回道 既然如此 让独孤前辈和四位族长进来吧 其他人就在外面猴着队了 让他们安静点 他们简直比海神岛的海鸥海潮 宁荣荣吩咐道 是宗主 内门弟子快不后退而去 当初新罗帝国落败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天斗帝国 没过几天 新罗帝国的首都新罗城 都已经插上了五魂帝国的旗帜 五魂帝国为了做一做表面功夫 还特地派使者来天斗城劝降 如今居住在天斗城的敏之一族 第一个得到了消息 白鹤赶忙将这个消息 传达给了其他三个宗族 泰坦和牛高都一样 雪清河能够下令出兵 打出城区与五魂帝国决一死战 他们一定誓死追随 但事与愿违 雪清河表示不愿看到生灵涂炭 如果投降能保护他的子民 他愿意做一个亡国之君 于是泰坦等人便只能把主意 打到九宝琉璃宗身上 想必如今的天下第一宗 们不会令他们失望 毕竟司成曾经向他们承诺过 九宝琉璃宗绝对不会抛弃他们 杨无敌被泰坦和牛高 从独孤伯家里拖出来的时候 还一脸猛逼 他和独孤伯都醉心于毒药的研制 又有了私塵赠送的优香起落先品 制作起毒药来更是得心应手 这些年基本足不出户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独孤伯是因为担心好友才跟过来的 如果杨无敌非要和五魂帝国作对 他也好及时劝阻 要知道他和蓝殿霸王王家族可是殷亲关系 蓝殿霸王宗暗中投靠五魂殿的事 他又怎会不知道 其他人他管不着 但杨无敌和破之一族 他是一定要保下来的 更何况私塵之前 还拜托他照看一下九宝琉璃宗 这帮人要是作死 或者为难您荣荣 他怎么着也得拦下来 宗主 五魂帝国已经下了通牒 三天后 天斗帝国必须宣布全部投降 否则 他们将血洗天斗帝国太坦老泪纵横 请宗主尽快做出决断 我父亲在卸任之前 曾说过誓死追随陛下 既然陛下决定要降 那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也不得不从您荣荣庆幸 自己还能把亲爹搬出来 当挡箭牌 复巢之下无完卵 宗主 你还年轻 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白鹤眼神伶俐 无论如何 我敏之一族 绝不可能向五魂帝国称臣 牛高负贺道 宗主 当初殿下邀请我们加入九宝琉璃宗 曾经许下承诺 宗门绝对不会抛弃我们 此事可还作数 宁荣荣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自然作数 好 等的就是宗主这句话 泰坦抹了抹眼泪 既然如此 我们便杀出城去 和五魂帝国决一死战 等等 杨无敌正要开口 独孤伯率先站了起来 宁宗主答应要保护你们 可没说要跟你们一起送死 就在这时 远处天边 正有一个金色的光点 变得越来越亮 强烈的金光 渐渐照亮了整个天空 不只是天斗城的人们看得到 就连附近城市的人们 都开始注意到了 这天空中出现的奇异景象 九宝城就在天斗城隔壁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股异响 殿外再次喧哗了起来 宁荣荣率领众人走出大殿 巨大的天使虚影 正浮现在空中 六亿书展 千刃雪一脸冰冷 天使神装上 绽放着夺目的光辉 此时此刻 从向空中仰望 竟然已经看不到太阳的光辉 而只有那灿惊的天使之神 众人顿时屏住呼吸 充满不可思议的 看着那绝美的天使 从天而降 那些并非魂师的普通人 在天使之神 强大的神念威压下 不禁一个个贵府渔的 鼎礼膜拜 普通人或许并没有感觉 甚至等级相对较低的一些魂师 也没觉得有什么 但是 达到了封号斗罗境界的几人 却都感受到了一种 发自内心的不安 这是一种面对未知的强者时 不由自主地产生的情绪 在那金光出现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心中 都仿佛出现了一块大石头 压抑地喘不过气来 这种情况 出现在这些魂师界 顶级强者心中 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百吉宁荣隆的声音很轻 但周围的人都是魂师 自然将他的话 听得一清二楚 宗主 您的意思是说 武魂帝国那边 来了一个 神 白鹤艰难地开口问道 他这神字一出 周围一片哗然 何以间隔 百吉那不只是个传说吗 太坦忍不住反驳 宗主 您年纪轻轻 就突破了封号斗罗 有您的辅助 还怕武魂帝国那帮人不成 陈兴横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 无知 人如何能与神相争 你怎敢让宗主 为了你们所谓的尊严设险 他曾经感受过 更强的神级威压 又怎会认不出千刃血身上的神级气息 第279章受响 太坦被戳破了心思 但又不愿意就此作罢 宗主若是要效仿那孬种皇帝 向武魂帝国俯首称臣 和浩天宗当初弃了我们 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有的 浩天宗放弃了你们 但九宝琉璃宗 不会宁容容正色道 但我们单属性四宗族 和武魂殿一向不死不休 要我们向武魂帝国俯首称臣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牛高带着族人向前逼近了几步 奥斯卡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 一言不发地挡在了宁容容面前 沉心看了他一眼 却并未有所表示 这个年轻人再好 可容容不喜欢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要知道 他家小公主的喜好 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几位前辈可真让我难办啊 宁容容下意识地看向沉心 同时脑海中飞快地回忆着 如果是宁峰制 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宗主 在加入九宝琉璃宗之前 我已经和老宗主谈过了 如果将来九宝琉璃宗 与武魂殿有了什么关联 我会立刻带领族人 退出白鹤沉声道 说吧 他看向了杨无敌 他话已知词 接下来就该轮到杨无敌 站出来表明立场了 但杨无敌只是冲他 微微摇了摇头 白鹤暗道不好 果然 他话音刚落 沉心便冷哼一声 你当九宝琉璃宗 是什么地方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宗主早就已经想好了 如何跟武魂帝国周旋 就为了保下你们 单属性四宗族 雨昕最初的承诺 而你们一个个都想逼着 他与武魂帝国为敌 历代宗主中 好不容易出了 这么一个封号斗罗 你们就上赶着逼他去S 宗主确实还年轻 但你们若是想到的绑架他 先问问我的剑 同不同意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气势 从沉心身上瞬间爆开 首当其冲的白鹤 只觉得自己仿佛 被一股极其锋锐的距离 正面击中 原本准备用出的魂迹 竟然被硬生生地打断 但是那正面的恐怖气势 竟然就令他向前的气势 戛然而止 并不是他自己想要停下来 而是在那宛如暴风骤雨 一般的气势面前 不得不停下来 闷哼声中 白鹤嘴角处 已经一出一缕血丝 不受控制地向后跌退几步 陈欣的气势 就像是充满实质的巨剑 狠狠地撞击在他身上 白鹤嘴尖叫一声 扑上前去扶住了白鹤 泰坦和牛高 也顺势挡在了白鹤前面 剑斗罗勉下 您这是要做什么 我认你们很久了 陈欣手中突然多了一柄通体成蓝 宛如水晶雕琢般的常见 宗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就跟我的孙女一样 现在你们要逼他去S 我只能先让你们去S这帮狗东西 真当他家蓉蓉没人撑腰吗 剑斗罗勉下且慢 我等并无此意 杨无敌忍不住站出来 为老友们说话 独孤伯看在好友的份上 也只能先拦住陈欣 老陈 先把剑放下 你怪谁都别怪老杨 他之前一直在我那 跟我一起研究毒物 今天这事 他可是完全不知情的 他没有 不代表其他人没有陈欣 并未收起七杀剑 宗门对你们单属性 似宗族如何 你们心里有数 这几年先不说 你们有没有为宗门做过什么 宗门给你们配备暗器花的钱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再加上各种修炼资源 猎取魂环的人力物力 都是宗门提供的 怎么我感觉峰值一退位 你们就上赶着吃荣荣的绝户呢 奥斯卡都没你们那么勇 奥斯卡脸色一僵 天地良心 他可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 他的梦想是被宁荣荣吃绝户 剑有成心兜底 宁荣荣松了一口气 默默地挺直了腰板 若是诸位想走 我也不好强留 依附于九宝流离宗的宗门并不少 我不可能因为你们无理的要求 就擅自决定其他人的生死 而且我实在不明白 武魂帝国这些年并未为难诸位 放下仇恨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 而且当初抛弃你们的是浩天宗 你们不去恨浩天宗 反而怨恨武魂殿 这是何意 泰坦沉声道 宗主此言诧异 我们不仅怨恨武魂殿 也怨恨浩天宗 至于你说的放下仇恨 我们根本做不到 所以我就必须顺着你们的意 做你们的马前卒 去和武魂帝国拼命吗 宁荣荣也来气了 我又不欠你们什么 既然宗主执意如此 那我们也只好退出 九宝流离宗了 牛高自然是站在泰坦这一边的 那就请诸位如见爷爷所言 将宗门给予的资源 细数奉还把 宁荣荣平静地望着他们 这单属性四宗族的族人们 各个都面面相去 暗器这一类的装备 可以归还 可他们吃下去的资源 以及获得的魂还 该如何还回去 宗主 我们破之一族 既然加入了九宝流离宗 除非宗门放弃我们 否则我们绝无背离的道理 杨无敌率先表态 笑话 他们哪来的钱可以赔偿 就算有钱 那些珍稀药材 和幽香起落先品怎么还 思辰将独孤伯这个同道 终人介绍给他的人情怎么还 独孤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还担心杨无敌这头老山羊 会一直降下去呢 老山羊 你忘了 当初你弟弟为了保护你 被武魂殿抓走了 这个仇 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白鹤鸡了 就是因为我弟弟 在武魂帝国手里 我要把他赎回来 就不能马上跟他们撕破脸啊 万一他们撕票怎么办 杨无敌拼命地 像三个老伙计识眼色 希望他们能聪明点 那些吃下去的资源 如果吐不出来 就只能用他们的命还了 泰坦仍不死心 对宁荣荣说道 宗主 当初是殿下介绍我们 加入九宝琉璃宗的 能否让他出来跟我们谈 宁荣荣怜悯地望着泰坦 相信我 我已经是目前你们遇到的 最好说话的人了 如果你跟姐姐说 要跟武魂帝国开战 他什么都不会说 他只会把你们这些 给他添麻烦的人都越死了 你们看 他来了 突然间 一声龙吟宛如滔天巨浪般 从远方呼啸而至 伴随着那声龙吟 只见一团赤金色的光芒 瞬间放大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了 天使虚影的前方 在那赤金色光芒眼影之下 天使与修罗并没有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开始厮杀 你回来了 那便还顺利吗 千刃雪将额头贴在血龙头上 天使之神在丝尘幻化的血龙面前显得异常娇小 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小时候的目标终于达成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对了 要接受天斗皇帝的投降 虽然也是自己人 但流程还是得走一下的 来 天斗的王爵 向我沉浮 千刃雪退后了一些距离 惊娇地向丝尘伸出手 血光烧脸 全身纯白铠甲覆盖 背后如血焰般的龙翼迎风舒展 丝尘也乐得与姐姐玩一玩角色扮演游戏 她单膝跪下 虔诚地吻上千刃雪 线长无瑕的手指 她要是现场变出一枚戒指求婚 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宁荣荣双手捧心 脸颊飞红 很可惜 这只是一场角色扮演的游戏 不知什么时候 丝尘已经闪身来到了宁荣荣身后 为了满足某些人的遐想 哇哒哒哒 宁荣荣瞬间蹦了起来 猝不及防地发出了尖叫 整个人挂在了陈兴身上 陈兴下地赶紧收起了七杀剑 生怕锋利的剑刃划伤了她的宝贝荣荣 都已经是当宗主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注意形象 丝尘好笑地看着 在大庭广众下挂在陈兴身上 嗷嗷叫的九宝琉璃宗 第一任宗主 话音刚落 她就挨了陈兴遗迹暴力 你也知道 荣荣是宗主 好端端的 你吓唬她做什么 陈兴板着脸 心里却暗自窃喜 若是现在能见到死去的父亲 她一定会说自己出息了 神王都得挨她的教训 啊 啊 好多人啊 思辰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对啊 你再不回来 这群人就要造反了 陈兴可太心疼您荣荣了 啊 思辰目光一扫 单属性四宗族的成员们 个个吓得不断后退 我把你们介绍给老宗主 就是为了让你们造他女儿的反吗 太坦硬着头皮问道 殿下 您为何不敢与那五魂帝国的天使之神 决一死战 这回就连杨无敌也觉得他头太铁了 审时夺势会不会啊 他长得太好看了 冲着那张脸我下不了手 思辰耸了耸肩 他已经淤尊降贵给出了回答 希望这帮人不要那么不识去猜好 这也太离谱了 就在除杨无敌之外的三个组长 想要提出异议时 杨无敌和独孤伯分别捂住了泰坦和牛糕的嘴 白晨香也死命拉住了自己的爷爷 不让他说出任何一句 可能导致敏之异族全灭的话 不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既然这么放不下仇恨 那你们可以带着愿意追随你们族人 去和五魂帝国决一死战 剩下的族人 九宝流离宗会帮你们照顾的思辰拍了拍手 来吧 愿意跟你们的族长冲锋陷阵地站出来 并非所有人都经历过浩天宗的背叛与抛弃 所以愿意放弃九宝流离宗提供的优厚待遇和修炼资源 去拼命的也只有跟随三个族长的老人至于年轻一辈 不用再为升级奔波 修炼资源应有尽有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他们自然不愿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太龙和白晨湘作为励志异族和敏之异族的邵族长 更是和自己的爷爷持反对意见 再加上破之异族完全不打算参与其中 思辰成功地将矛盾转移到了单属性四宗族内部 要不先回去吧 等你们商量好 统一了意见 就让杨族长前来知会一声 思辰笑着释放出了威压 遣散了剧众闹事的单属性四宗族 并成功劝退了骂骂咧咧的独孤伯 好家伙 要是知道天斗帝国怎么投降的 历代皇帝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我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 要是多历练几年就好了 都怪我爸爸 非要在这个时候闭关冲击封号斗罗 不然我可以再多玩几年 宁荣荣小声嗶嗶 显然她觉得这件事自己处理得不够好 哦 海神岛夏令营满足不了你了 思辰挑眉 那等你父亲出关之后 你就去和竹青作伴好了 竹青去哪了 她走的时候都没通知我一声 她去参加杀戮之都训练营了 怎么 你也想去 啊 能不能先告诉我训练内容 宁荣荣又不是没去过杀戮之都 光是那里的气氛 就令她感到万分不适 在地狱杀戮场杀够九百个人 就算你毕业 但是不能使用魂祭司辰想了想 严谨一概地说道 啊 这 宁荣荣倒吸一口冷气 顺带一提 在地狱杀戮场外面杀的人不计入指标 司辰又补充了一句 打扰了宁荣荣突然觉得 还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宗门事物 看起来比较亲切 那是千道流的亲孙女 宁荣荣一溜烟跑了之后 陈青突然看向司辰 嗯 能否告诉我 他们天使一族 是如何跨越那道避障的 当然是靠传承 而且这么多年 也就只有姐姐她获得了天使九考 只有获得最高级别的考核 才能拥有突破百级的机会 哦 那你呢 你是因为老天少饭吃吗 不是哦 老师 我的传承是前任修罗神 印塞给我的司辰 尽量使自己的语气 显得平静一些 免得陈青觉得他有意炫耀 听起来真是有够欠打的 陈青忍不住感叹 随手又赏了他一个暴力 我现在还记得 曾经的大陆魂世界风起云涌 看得见 看不见的争斗随处发生 只是能踏出那一步的人 却一个都没有 没想到短短几十年过去 我竟然有幸能见到真正的神奇 您的手不疼吗 司辰对自己的脑壳的坚硬程度 有着深刻的了解 陈青并不言语 只是甩了甩手 能敲绳王脑壳的机会不多 手疼一阵子也是值得的